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学佛 我们信仰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知菩萨 所有的佛菩萨 我们都要很恭敬 我们对每一个人也要很恭敬 我们的一个戒律 佛教的五个戒律都要守 不是没有戒律 你不要杀生 不可以杀生 连生灵 一切的生物都不可以杀 不拖到 你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 不拖到 不携淫 不是正淫 不可以 不携淫 不妄语 要讲真实语 不能讲妄语 也不可以骂粗话 其以 妄语 很多的话 不能够讲的 不饮酒 师尊以前在军中 那个人家水服里面装的是水 师尊装的是酒 那个有人在找我 到一个公兵营去找我 你们这里有一个测量官 不知道在不在这个营里面 他们就想 每天喝酒喝的 面孔红红的那一位测量官 那个就是我 我说敬 因为我害怕弟子写我 敬 从此 开始 那从那一天 敬酒 开始 滴酒不沾 没有喝酒 但是我 敬掉 就是敬掉 人只要有洁心 有他的洁心 有洁心 有毅力 他 这个人就会成功 在世俗上 你只要很努力的 在世俗上 很努力的去工作 都会成功 在心灵上 你精进的学果 只要你精进 你六度里面 我告诉你 每一个度 六波罗蜜 其中有一个是精进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适合于其他的波罗蜜 布施也是要精进 忍辱也是要精进 慈戒也是要精进 禅定也是要精进 智慧你也是要精进 所以你只要精进于活法 将来你一定是在活法上 心灵上 有所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